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这节课开始之前 我想让大家先来看一下 一份比较标准的Python代码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找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开源的库 叫PYM SOCO 这个是用作数据库连接的 它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Python的规范的 我们大概的先看一下 前面的这一大端 是这样的一个关于Python包的一个说明 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 大概感受一下 然后现在的这个就是一行行的Python代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 这个class是类 我们后面要学习到的 这个实际上来说的话 定义的是一些长量 然后这个叫做方法 然后每个方法里面 是有这样的一个主示的 大家大概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份比较标准的Python的代码里 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语法不规范提示的 它并不像我们在这里 随手写的一个print一样 我们写的这个print这里面 是有这样的一个绿色波浪线的 提示我们有一些不符合Python规范的写法 好那么我们每一文语言在具体的编码之前 都会涉及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编码规范 那么Python同样有它的一些独特的编码规范和风格 那么我并不想在一节课里面 把所有的这样一个编码规范 用文字造本宣科的给大家念出来 因为这个是非常枯燥的 而且一一的把规范全部念出来 大家对这个规范的理解也不会很深刻 所以说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形式 我们这节课先讲一些最基础的 Python的一些不能叫做规范 这节课讲的应该来说的话 是Python它必须要求的一些编码的特点 剩下的这样的一些规范 我们放在以后的这样一个课程里面 逐步的向大家展示 好那么我们先来说说 Python这个语言在它的这个代码解析规范上面 和其他语言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归纳了一下 大致有两点是最大的不同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Python在每一行语句的末尾 不需要强制加这个分号 但是很多的语言 比如说像这个cshare 它就是必须要求你要加这个分号 如果你不加的话程序会报错 那么我们这里强调的是 Python它是不强制你加 但是你加可不可以 可以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加了分号之后 我们还是运行一下 这样的一个我们所写的 这个ntitied1这样的一个Py文件 好 Python 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你如果记不得这样的一个文件名的全称的话 你可以打前几个字母 然后按这个tap键 它会自动的帮你补权 然后我们回车一下看一下 没有报错 成功打出了这个helloPython 好那么第二个特点 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学到流程控制语句 以及类和函数的定义 所以说我们简单听一下 就是在Python里面 它不需要使用这样的一些 类似于花括号 来把一组代码给包裹起来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 它们会要求这样的一些eve 这样的一些逻辑控制语句 以及class定义 还有这样的一个凡数方形 这样的一些定义是需要 用这样的一个花括号把它包裹起来 但是Python里面是不需要的 好 那么Python里面靠什么来区分这样的一个代码段 好实际上Python是靠这个缩净 简单了解一下 缩净来区分代码与代码块 好这个我们等会继续流程控制语句的时候 再给大家具体的讲解 大家先了解一下 这个Python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好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就逐步的开始我们的编码了 之前的所有的课程其实只是对于Python的一些非常基础的类型的一些介绍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讲学习一些流程控制语句 好 还有一个分支 其他语言里面条件控制 他们通常是用这样一个nifl 然后循环 那在其他语言里面有这样一个for 还有这样的一个well 主要是这两个 好对应的 分支控制 在其他语言里面有这样一个sleach 好 其实我们从这个颜色可以看出 在Python里面也有这样一个ifl的条件控制 同时有for和well这样的一个循环控制 这四个都是紫色的 但是唯独sleach这里是白色的 白色就说明sleach这个Python是不能识别的 Python里面确实是没有这样一个sleach的分支控制 但是语法只是这样的一些思想的一个实现 Python里面有这样一个sleach的这样一个语法 并不代表Python就无法实现这样一个分支 这个是我要强调的 那么我们这节课首先来学习一下if else这样一个条件控制 在学习之前我们需要把这些我们的手 讲课的这样的一些注释给删除掉 但是如果我不想删除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注释 注释可以让Python的这样一个解释器 不会去运行被注释的代码 在Python里面有两种注释方法 第一种称为单行注释 单行注释是在这样的一行的文字前面加上这样的一个锦 这样就被注释了 另外的一个注释方式是多行注释 多行注释其实很像我们之前所学到的这样一个指不串 多行指不串 这两种注释都是可以的 后面我们会逐步的看到单行注释用在什么情况下面 然后多行注释又应该用在什么情况下面 我们先把它给注释掉 好我们把这个分号给删除掉 因为那它就是必须的 一般来说也不建议使用分号 好那么我们之前反复强调过了 代码代码它呢就是为了去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条件控制 它呢是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 选择性问题 好比如说呢我们有一天出去旅行 然后在我们在我们的面前呢有两条路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选择走一条路 好那么我们现在选择的依据是啊 如果我的心情好我就向左走 如果我的心情不好我就向右走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选择性的问题呢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啊都可以用这个if-elf啊来进行表示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print呢也给注释掉啊 我说一下啊在VSCode里面啊注释这个Python代码的快捷键啊是Ctrl 然后呢加上这样一个写档啊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给注释掉了 好那么这个呢是单行注释啊多行注释呢 多行注释的快捷键啊就是这样的一个out shift 然后呢再加上这样的一个a啊 好这样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代码呢给多行注释了 然后呢我们按住Ctrl下Z呢测销一下啊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知道的同学呢可以在这个菜单的编辑下面可以看到啊 这里呢有换行注释啊也就是单行注释呢是Ctrl加写杠 然后呢快注释多行注释呢是out shift加A啊 快捷键写在这里在 接着呢我们来啊学习一下if-elf啊 我们首先呢定义一个变量啊 MOD来表示我的心情好还是不好啊 我们直接呢用一个布尔字来表示啊 那么if-else的基本用法呢都是啊 if呢是一个关键字接着呢要空一个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能够返回布尔类型的表达式啊 或者呢是一个变量 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种最简单的情况就是一个变量啊 所以说呢是if-mode 好然后呢后面呢需要加一个冒号 好然后呢 那我们需要啊换航啊 下面我们要写的呢就是如果这个MOD它为True的时候啊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啊 那么如果啊我们的心情好的话呢 我们要走左边对不对 好 我们呢给个GoToNight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控制你去呢 我们就编写完成了 我们呢可以啊快速的运行一下这个代码啊 好Python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GoToNight 我们呢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写的第一个可以被称作语句的这样的一段代码 我们从这里呢可以看出Python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我们发现啊 在这个if里面呢是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啊 发过号来包含你的if后面的执行语句的啊 Python呢是通过换行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前面的这四个空格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前面是有四个空格的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代码的包裹的 如果啊我把这四个空格给删除掉1234 让这样的一段代码和这个if呢是平行的话啊 这个时候呢就会报错啊 这并不符合我们Python的解析的要求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呢 解析器呢会认为啊 printer呢它不属于if啊 这样的一个条件控制内部的语句啊 而是会被单独当作一条语句啊 如果printer被单独当作一条语句之后 这个if呢是不完整的啊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 就会报错啊 看里面这里提示语法有错误 所以说呢缩近啊 对于python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看一种情况啊 我们再加一条print的语句啊 大家看一下这种情况啊 由于啊这两条语句具有相等的这样的一个说紧 所以说呢这两条语句啊都会被认为是if这个条件控制的内部的语句啊 那么这样的一种写法和这样的一种写法 我们就直接想看一看 有什么区别吗 最终执行的结果呢是没有区别的啊 但是在逻辑上面呢是有区别的 单一的if呢 这个太简单了啊 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区别啊 但是后面如果我们加入else的话呢 这个呢实际上呢还是有区别的啊 这样的一种写法啊 print呢会被单独是认为是一条语句 它并不会包含在if的内部啊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大家觉得由于python这样的一种靠说紧 来做这样的一个代码包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来问一下啊 python的代码啊可以被混淆压缩吗 python呢是不可以的啊 因为呢呃如果我们要混淆和压缩的话呢 我们很多时候啊可能的会把这样的一些空格呢 都给它去掉 以减少代码的体积啊 但是问题是呢 如果你把这些空格都去掉了之后啊 这个python呢 它呢肯定呢从语法上面来讲就会出错啊 你的代码呢是走不通的 它呢也不太可能被混淆啊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 python呢它的这个代码呢 只能啊用这样的一个原代码形态啊 呈现或者是开源出去啊 这个也是为什么说python的开源性这么好 因为呢它的代码本身来说的话呢 你是不能够去这样的一个混淆和压缩的 很多开发者们喜欢python的这样的一个 开源特性呢也是基于这一点啊 因为python呢无论如何呢它都是开源的 当然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 是处于这样一个云服务的时代啊 呃在云服务时代呢 这个代码的这样的一个压缩和加密的话 并不是真的重要啊 因为所有的代码呢都是偷管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的啊 我们不会啊把代码呢去给啊 这样一些服务的使用者啊 但是呢像这个代码的加密啊 不让别人破译这个问题呢 在以前的这样一个商业授权的时代啊 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桌面应用程序啊 啊也就是我们PC端啊 用到的很多EXE文件啊 这样一些程序呢 加密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因为呢如果呢你把这个程序给了别人 你不加密的话 它是可以把这个应用程序啊 去给别人用的啊 别人呢也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原代码啊 好这个呢是一个小的话题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学习 好然后呢我们呢 来完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性的逻辑问题 比较简单我们稍微讲快一点啊 好现在呢是心情好的时候啊 那假设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需要啊 走另外一条路啊 go to run 好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条件控制最基本的用法啊 EVE啊 这个mode变量 如果为真的话 那么呢走左边 否则的话啊 走右边啊 我们可以实际的运行来看一下 好这里呢给大家再说一个小技巧啊 如果呢你不想重复的去去打 打这样的一个重复的命令啊 我们呢其实呢可以啊 按住键盘的上和下啊 来回的回顾上一次我们输入的命令啊 这样就不需要再次的输入重复的命令了 好然后我们Python看一下啊 好 go to nav的它还是走左边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呢我改变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false啊这个时候呢 if false的话呢由于mode呢它不是真的啊 所以说if呢是不会执行的啊 这个时候呢将执行else啊 那么打印的结果呢将是go to write go to write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目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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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